我现在准备出门去一趟医院去做一个核酸检测 我近期有出游的计划 虽然我去的地方没有强制要求提交核酸检测报告 但是我觉得还是做一下有备无患 外面小哥也在准备上早饭 我们已经上去要到医院了 不免人还少 呼吸科门诊全国都改成危重症医学了 做核酸检测报告是鼻柿子还是烟柿子 我本来以为这个是要自费的 但是其实它是完全由我的医保来覆盖 所以我其实不用花一份钱 现在我要去切核酸的地方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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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谢谢 后面好像没什么车 我打个管车你裹不过去 哎 哎 再打电机 啊 啊 啊 嗯 什么什么时候能打报告 今天下午四点是吗 好的 那我明天来拿也可以是吧 好 谢谢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核酸检测报告 我现在在等公交车 上海现在是规定乘坐公共交通 必须全程配戴口罩 如果有乘车不配合 司机是可以把车靠边停下来 然后报警求助的 上这月也确实是出现了这样的案例 就有两个人就是不愿意戴口罩 最后这两位乘坐是被警察请下了车的 上海是上这月的时候 把这样一条规定写进了地方性的法规 传染病流行期间进入公用场所 应当佩戴口罩 所以这是可以算是一个强制性的规定 那么现在我已经拿到了我的核酸检测报告 就可以放心的出油了